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革命 大学祭走 人物与思潮 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在北京学生 外国民主运动 也是疑风逆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 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 兼容并爆的时代 港共政权教育当局 揣摩北京意志 最近已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命 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堂 配合中共极权统治 顺化劳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 五四运动与中国四十五集节目重新制作 配上中文字幕 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四 晚上七点钟 在MyRadio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各位新知久语收听 收睇和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热闹 好,那我们回来第二节,这一节就要讲的就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移民部 在昨天就宣布进一步修订2021年推出的,为香港人量新订造的救生艇计划 扩大其中这个B类工作移民计划,撤销五年内大专学历的限制 让那些已经移居加拿大的香港人,他持有开放式工作签证的所谓救生艇计划的B计划 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这个就是下个月8月15日开始生效 之前你申请开放式工作签证移民去加拿大的香港人 你必须有五年大专学历的这个条件 那现在就撤销了这个限制,即是放宽了 那今次放宽这个救生艇计划 不但令开放式工作签证的人受惠 另外那些所谓working holiday,工作假期的那些人都一样是受惠的 那就是说呢,和那些其他工作签证的香港人 那你只要成功地在加拿大打工超过一年 或者满一年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新的规定去申请永久居留 那这个修订呢,这种放宽就容许更多在加拿大工作的香港人 可以有机会取得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 就是看回这些新闻呢 你看到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权的国家 我自己得到的消息呢,我们现在目前呢 就是因为这个反送中运动 去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的,申请做难民的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人 已经有超过20个获得批准成为这个难民 接着可以拿批准成为申请永久居留 在现在我们所了解的西方国家 包括在这个反送中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 2020年这个国安法生效之后 香港实行这个党国体制极权统治 实行暴政之后 有很多人离开香港 他有些,比如有案在身的,当然他的护照都被人拿了 你走不了,是不是 之前有些较早时期在2020年 就是年头,或者2020年这个国安法生效之后 离开香港的人,是不是 那他只要可以提出他在香港曾经参加过 这些政治运动,或者这个反政府运动 政治抗争运动,在2019年有上过街的,是不是 或者有些甚至乎是被警方拘捕过 但是未落案起诉 而他仍然持有这个有效的旅游证件 透过这个ETA,是不是 就是网上签证可以拿着香港passport 去到这个加拿大的人 落了地址后去申请政治庇护 获得批准的人都不少 而且可以说是在西方国家里面成功率最高的 比起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 你去申请政治庇护 那他的条件都非常之复杂的 过程也非常之复杂的 但是在加拿大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些 还有成功率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他这次进一步放宽这个所谓救生艇计划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这个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 就是说给香港人听 它是一个最重视人权的地方 而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回一些相关的资料 我们那个所谓救生艇计划是什么一回事 基本上就是大开中门给香港人去 你担心香港有机会被人拘捕 甚至是政治迫害的 那你去到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 是吧 成功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甚至乎你不去申请政治庇护 你有A计划 B计划 这些救生艇计划 有些人觉得香港现在今时今日的情况 我根本都不应该再留在香港 特别是那些年轻人 那就去走了 可以去读书 去做事 是吧 那你也可以有机会申请做永久居民 是吧 至于美国 虽然政治庇护相对来说比加拿大难很多 但是 它又有一个所谓避风港计划 是吧 你拿着B1、B2旅游Visa 是吧 在香港特区护照的B1、B2旅游Visa 你去到美国 原本你只可以住半年 是吧 但是现在你可以住36个月 由最初的18个月 变成36个月 那就是给你有很大的空间 你在读书也好 找东西做也好 总之有办法留下 起码有三年的时间 可以留下在这里 其他澳洲 纽西兰 甚至其他欧洲的国家 都有相关类似 就是因为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 还有2020年这个国安法生效之后 他觉得要提供一个庇护的地方 给离开香港的人 而令到那些 没有参加过任何这些政治抗争的香港人 都有机会 是吧 可以 比以前更宽松的条件 去移民去这些西方国家 是吧 当然对于中共来说 你只是跟我玩玩而已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只是抢我的人而已 说明是沉 你这个地方住不下去 住不下去 人间无淨土何处密桃园 是不是 人间无淨土何处是桃园 现在就有了 提供一些地方给你了 反而有一个离开香港最近的地方 香港叫台湾是最糟糕 是不是 大家不要嫌我沉气 是不是 他现在不停在修改政策 甚至打算修改法例 限制香港人去台湾 他的理由很充分 他觉得他自己 是国家安全 反渗透 反渗透 和国家安全 你又整个大陆委员会 在那里托吗 是不是 整个Mainland 有一个大陆委员会 你用来做什么 那是做大陆工作的 是不是 台湾有很多六倍 大陆的配偶 台湾有大陆的学生 是不是 台湾有大陆的商人 是不是 台湾有大陆的一些私人企业 在那里 这个就是 你有个大陆委员会在那里 你是负责做这些工作 是不是 现在都整息整睡 是不是 最近是搞些研讨会 对那些留在台湾的人 开些研讨会 帮他们 看看怎样在这里 可以适应环境 传访是废话 是不是 做这些事情是整息整睡 这个政策是朝令夕改 是不是 由当初世神匹圆支援香港人 甚至乎在港澳关系条例 18条写得很清楚 香港人 或者澳门居民 如果遭遇到政治因素 觉得安全有问题的时候 去台湾 台湾的当局 是要支援 这些港澳居民的 要帮助他们 现在呢 就不断修改政策 是不是 甚至乎 过去香港人 如果你移民去台湾 是不是 你自己在台湾居留 拿到居留证 住满一年 你就可以把居留证 交到移民署 移民署就给你一张收据 接着就发身份证给你 收了你的居留证 就换一张身份证给你 最快的一个星期都有 甚至乎 这里有些指标性人物 我免得开名 开名又说我得罪人 一年 住完一年之后 就立刻给了身份证 因为那些他可以拿来宣传 是不是 像是陈建文教授 是不是 沈玉辉教授 是不是 这些是帮共产 被共产党迫害 但是他扯民进党屎乎 这些就可以在那裡 帮民进党宣度政策 那些就可以在那裡 就给你一张身份证 但是你上网看他发身份证 发了多少张你就知道 一千多张 大佬 19,000多人有居留证 如果拿了居留证 我住了四年五年都有 不断延期 十八个月居留证 是给你十八个月期 给了居留证 但是再延期 就是不给你身份证 是不是 以前在台湾读书的那些学生 大学毕业之后 就立刻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现在不行 现在让你留在那一年做事 再做本四年 你的工资是最低工资 台湾叫做基本工资 两倍 那你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给不给你 是他作主 比如像加拿大这些 大佬 很清晰的 现在还要放宽 是不是 英国就不用说了 BNO5加1 现在多少人去了英国 是不是 现在大家在搞 打你的认知作战 是不是 中共就说 那 这些 很多人在英国很凄凉 生活很艰苦 又如何如何 你再做这些宣传也没用 但是台湾呢 我只能够用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政府 对待我们香港人 是非常之仆街 是不是 我仆街这两个字不是乱用的 我在立法会都骂过人仆街 的 OK 大家看回这片 骂一些官员仆街 我也有骂过的 是不是 是吧 是吧 你对待香港人 由当初那种 喂 你蔡英文走出去说几次 那时候为了选总统 是不是 那现在稳固了 你赖清德 躺在这里也会赢 是不是 你现在在欺负我们的香港人 最不堪的是 我们香港 在台湾的这些有头 没有面的人 是不是 没有为香港人发声 黄毓民在这里做丑人 接着背脊全部都是贱 我可以告诉那些想搞我的 或者现在在搞我的朋友 你浪费了 你什么 我们几十年的生活 是不是 我们的生涯 就是刀口吐生活 是不是 我们被人在背后插箭 抹黑 对我来说 是常态 OK 你影响不了我的 是吧 就是我们一息上全 我们要批判 共产党这个 人类的祸害 是吧 我有生之年看不到共产党扑街 是吧 但是 我也要继续发声 是吧 至于台湾 你现在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你这个执政党不受监察 是吧 然后倒行逆施 我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是吧 我绝对有权批评你 是吧 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绝对有义务去为香港人发声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看加拿大人 你只会放宽 你这些人不断在收紧 还说和民同种 还有港澳关系条例 还有台港有个贸易交流 文化交流 还在说这些东西 我们的文化交流 只是那些邓小华在台湾 搞这些文化活动 他们叫做文化交流 真的 是吧 还有 还有 他们搞这些活动 有些还在拿香港政府钱 有些是 你真是 所以一说起这些 我就火了 大家如果 你不喜欢的 就不要进来 好吗 因为我看到加拿大这件事 喂 这个 当初这个救生艇计划 喂 在2021年就搞了 人家快到不得了 2019年有这个 所谓反送中运动 2020年有国安法 是吧 那他真的想办法帮香港人 是吧 给你一个太平门 给你一个生路 你所谓叫救生艇计划 或者叫避风港计划 是吧 美国也有 澳洲也有 很多地方都有 是吧 是吧 加拿大是 对香港人最好的一个地方 是吧 是吧 好 先休息一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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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